现在给大家讲一点点阵激光的一个安装及操作 首先打开这个工具盒 拿出导光臂 安装直接把这个对应的卡进去 它这个地方是松动的需要把它给扭紧 螺丝要给它扭回圆 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这边一个螺丝要给它扭进去 它是起到一个固定 固定的话不管你怎样拔是拔不出来的 这个要对应的卡进去 首先你要观察到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点 跟这个红色的点直接对应 卡进去就OK 它还有一个通风管 是直接插在这个里面的 它有三套头 像这一个就是专业去八层之内的一个点阵模式的一个头 扭上去 有的时候可以像这样倒着 扭上去 把这个管插到侧边的一个小孔里面 起到一个通风冷却的作用 现在是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我们要开始加水 加水在后面 仪器是通过水循环工作的 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加水孔 加水的时候 把漏斗插到加水孔里面去 扭开这个液水孔 一气加水要加纯净水或者蒸溜水 像娃娃纯净水或伊宝纯净水 或者驱沉式蒸溜水都是可以的 大概加两升左右 也就是四五平 从加水孔加水一直加到一水孔一出水来 就是水箱加满的 加到这种模式 要加四五平 两升左右 拔的时候直接把它给拔出来 扭上 一气一到两个月换汁水 你用的勤就一个月 用的一般可以两个月 换水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放水孔扭下来 它水就会自己流出来 再按照刚才的模式去加水 大家可以收到三套头 像这一套的话 是点正模式的一个 单独的一个 可以拧上去的 这一套是脉冲模式的 脉冲模式 就是单点式 这一套是私密模式 现在给大家介绍 仪器后面插上电源线 插上电源线 脚帕开关 扭钥匙开机 直接扭钥匙开机 这个是应急开关 就是紧急情况的时候 直接按下去 它就会断电 点屏幕 会进入它的一个模式 总共有点正模式 脉冲模式 复刻模式 还有外音模式 我们现在以点正模式为例 点正模式 就是这个治疗头 我刚才按上去的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个功率 功率就是能量的一个大小范围 像我们操作的话 功率一般控制在8到12就可以的 比如说你做脸上的 像豆坑之类的 你可以控制功率稍微小一点 它就是爆破的一个强度 停留时间 就是光在皮肤底下的一个停留时间 我们可以把它固定成2.0 间隔时间 就是第二道光跟第一道光的一个间隔时间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在4.0 这是最标准的一个数值 点间距 第二道光跟第一道光的一个间隔距离 距离控制在1.0 扫描模式 扫描模式根据个人的习惯 它有三种 顺序 中分 还有乱学 这个是根据个人的习惯 但是它最终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 大家可以 待会可以试一下 次数 就是扫下去的一个次数 你调为1 它就扫描为1 调为2 它会重复2次 现在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形状 形状的话是可以调节的 首先 按这两个键 就是形状的一个调节 你要根据它八横的一个大小去调 大小形状去调节 适合它的一个 现在以正方形为例 然后它这个地方 是调节它的一个长度跟宽度的 上下键 左右键 高度的一个增加 宽度的一个减少 可以看到形状的一个变化 这个是减 操作之前先运软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形状 形状的一个变化 还可以调节一个大小的变化 准备 准备之后 首先对准 踩脚踏 我重复次数为1 重复次数为1 扫描模式为顺序 我现在把扫描模式换一种 中分次数 2 准备 看见它的一个光的走向 中分 两遍 走到两遍 可以根据八横的一个深度 调节重复的次数 一般控制的1到2次 它是可以打分几层的 现在给大家讲解第二种模式 脉冲模式 脉冲模式 我们需要换这个治疗头 首先要把这一个头给卸下来 安装这一个治疗头 这个是脉冲模式的治疗头 大家可以观察到 这个是两节的 就说以后安装 或者卸下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一套 一定要在一起 按上去 直接扭上去的 脉冲模式 它主要治疗的是 平面上的治 或者肉治 扁平优 汉管牛 都是可以的 这个小头 它里面有三个这种小头 就是跟你个人的习惯 去用哪一个 比如说你平面上的治 你可以选择这个小一点的头 如果是凸起来那种肉质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头 因为这种头的话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它这个地方可以把那种肉质 直接勾住 然后再来操作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首先把这个按上去 脉冲模式 点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界面非常的简单 第一是功率 功率就是它的能量的强弱 我们也可以把功率控制到8到12 模式它有三种 有单点的 连续的 耐冲的 我们现在调成8 模式 现在用单次的模式给大家是 点停留 固定成4.0 按准备 踩一下 它就会出一个点 可以看到 点平面上的字 可以用这种方式 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个 模式 卖冲模式 卖冲模式 一定要瞬间收缴 瞬间收缴 给大家示范一下 连续的 连续的能量更强 大家可以看到 连续的能量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在使用 脉冲跟连续模式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 换一下这个 前面的一个治疗头 比如说我们在治疗那种 突鱼 平面的 肉质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种治疗头 一般连续模式都不要用 用那种单次跟卖冲模式就OK 现在用卖冲的模式 迅速收缴 比如说这个是凸起来的 一个肉质 我们就以这种模式 勾着它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你看 因为它那个穿透力非常的强 所以说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样去操作 现在我们返回 选择复刻模式 复刻模式是内衣模式 我们现在要更换治疗头 更换治疗头 把这一节刚才卖冲模式的 治疗头给扭下来 记住这两个是要一起扭的 扭下点正模式的 这两个 扭下点正模式的 这一套是我们私密模式 这个是私密模式的一个单独的一个 你首先要安装在这个上面 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方向去安装 因为它容易滑落 这个是治疗阴道收缩 就治疗的是内衣模式 外面这个是一个扩音器 操作的时候首先是它的一个参数值 复刻模式 复刻模式里面的话 像刚才大家也了解到 这些停留时间 间隔时间的一个含义 其实它里面只需要调你的一个功率 还有一个次数 次数就是重复的一个次数 功率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在8到12 我们做阴道收缩的时候 在底部的一套就OK 其他的都不用调节 它利用的是360度自动旋转模式 刺激阴道的一个立体收缩 同时促进胶原蛋白的一个再生 从而达到一个紧致收缩的效果 功率能量控制在8到12 我们做阴道收缩的时候 在底部在里面的时候 它那个感觉不会很强 但是越到外面 那个能量就会越强 自我感觉刺感也会有一点 所以说你可以适当的把那个功率增加 或者减少 根据顾客的感觉 自己去调 大概8到12 这是一个扩音器 扩音器的话 首先是要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起到一个固定的效果 这个是做内音的 直接伸到底端 伸到底端之后 根据上面的刻度去移动 0.5厘米的移动 移到这里 踩一下脚踏 它会出一圈的光圈 然后0.5厘米的去移动 移动一下 踩脚踏出光 移动一下 踩脚踏出光 慢慢的往外面移动 0.5厘米的去移动 当你延伸到最外面的时候 它的感觉会稍微强烈一点 你就可以把这个功率调低一点 大概重复次数控制在一到两次 如果说比较松弛的 你可以再进行一次 就是第二次操作 现在给大家讲的外面模式 外面模式它有两个头 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是做阴存的 像这一个用的会比较多 这一个用的几率比较大 外面模式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功率我现在可以把它控制成8 大概用8到12的功率就OK 中间的都不用调 次数控制成扫描模式控制成一次 那个扫描模式也是几种方式 根据个人的习惯 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形状大小都可以调节 这个地方调形状的 这个地方是调形状的一个大小 预览 可以看到形状的一个大小 还会跟着你移动的一个方向去调节 按准备 这个操作完了 万一它可能会出现薄薄的一层架 然后7天左右是不可以碰碎的